明天老罗就将在抖音开启自己的直播带货首秀 从新东方到锤子再到抖音 年近半百的老罗选择用直播卖货开启自己的下班场 今天小虎就和大家聊聊老罗和抖音的下班场 从入职新东方开始 罗永浩已经折腾了20年 当老师出书办学校 后来创办锤子科技造手机 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他会栽在手机上 16年公司就负债6亿多元 即便将公司卖给字节跳动后 老罗还是一度负债6亿成了老赖 为了还债 他投身电子烟行业惨遭夭折 卖一杀文招商会没有下文 而如今罗永浩再度与字节跳动联手 签约抖音开启电商直播的还债之路 在为自己的直播卖货宣传造势中 老罗打出了不赚钱 交个朋友的口号 虽然看似是一句调侃 但现实或许更加残酷 虽然他在微博上拥有1600多万粉丝 不过其中步伐只听相声不下单的 罗师粉 从他造手机的经历中也不难看出 所有型号的锤子手机 总销量不足200万台 也就是说老罗的粉丝转化率或许不足10% 如此嘴上热闹钱包老师的粉丝 真的能成为罗永浩还债路上的朋友吗 如果说签波大战是直播界的上半场 那么直播带货则是下半场 各大直播平台圈地跑马似的 瓜分着顶级IP B站不惜重金签下逢提莫 直播业务和与阿里合作的电商业务高速增长 淘宝直播甚至放大招 让马云与李佳琪PK卖口红 打造了一个口红一哥 快手不光有谢霆锋 柳妍等演艺圈明星助阵 还有自产的草哥IP散打哥 老牌直播平台也不甘落后 知情人士透露 斗鱼正在重启直播电商项目 预计5月份将开设独立的专区 并流量扶持 如此看来 签下自带流量话题属性 加持着中国第一代网红光环的老罗 抖音的这部棋是在顺应潮流 除了造声势 抖音还推出产业代商家扶持等计划 通过流量扶持和降低门槛限制等方式吸引商家 为什么各平台都在布局直播卖货 无论说是传统秀场 还是游戏直播平台 还是短视频平台 人口红利都已经快消耗殆尽 迫切的需要找到业绩增长的突破口 就在这时 直播电商出现在了所有平台面前 从发展历程来看 尽管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但是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 根据券商调查报告显示 去年直播电商总GMV约超3000亿 预计今年的用户规模将增至5.26亿人 销售规模将达9160亿元 约占中国网络零售规模8.7% 未来有望达到万亿体量 依然是一个新风口 与其说是罗永浩选择了抖音 不如说抖音也需要老罗 在直播电商的巨大红利吸引下 作为后来者的抖音 需要一个标杆人物来造势 而老罗也需要一个还债的方式 两个正在步入下半场的同路人 究竟会谱写出什么样的新篇章 明天就将揭晓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